大家好,欢迎收看小李动画囊 我小李老板今天要跟大家重温一些初代的游戏王动画 故事的指甲无糖游戏是一个弱姬独L男 他性格自卑,玩游戏又很费 你验自己再叠片牌都不跟别人玩 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癖好,喜欢吃言至语 这个盒里面做任务我的宝贝,我是不会随便让别人看的 好了,我现在要开始了 这个盒里面的东西虽然吃长相似 但是其实是没有人看见过的,你猜一切是什么呢? 正当他准备告诉自己盒里装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 八家九层之内,从旁边把盒子枪了去 游戏你这独男在这边自然自语干什么东西 你不是有病吧? 八家九往后一丢盒子 一个托马式回旋完美落地 爱半个生子的游戏只能哭个哀求 这个时候清洁大神本田出来做戒量了 可他一出现就被八家九嘲笑一番 哎呀原来是参选学生委员落败然后去做清洁大神的本田啊 被这样一番羞辱之后本田完全把帮游戏的事抛出脑后 立刻进入了圣者模式思考人生 在游戏陷入绝望之际,男人婆性子刚刚好出现了 没人知道他怎么一来就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末 好像整件事情都是他安排好的一场戏 他把游戏的盒子抢过来之后就开始训话 八天九当然想狡辩了 男人婆讲话什么时候容得下你顶嘴 一句竹口喷在了刚刚出现的美宝身上 美宝娘娘被吓了一跳,马上就肚子饿了 立刻进入了收兵模式 设人娘娘的美宝,收兵宫里果然不容小虚 刚才餐厅有很多松下热杀的人在排队啊,我好怕怕 瞬间将本田纳入灰蝎,当了外卖兵长 这所谓好八戒酒不与女斗,全之内也趁机闪人 难道男人婆就这么可怕吗 刚跑不久,八戒酒还在埋怨性子的时候 居然被他们碰到了全县势力最大的牛尾 他表面上,挂着风机委员长的头衔 另一方面,他也是这个学校最大社团的老大 八戒酒居然不知道他是谁 在准备串他的时候,还好被本田拦住了 八戒酒你是白痴吗? 这个人,黑白脸到都要为他马首是瞻 你居然敢惹他,想死是不是? 牛尾一口关枪,盯住了他们几句 当本田以为没事的时候,牛尾突然来了一个回蒙一笑 哎呦,衣服的牛必须全扣上 现在本田手臂一紧,差点把八戒酒饿死了 可是牛尾的这个眼神,一定在背后谋划着什么? 另一边香,游戏像男人破杏子 解释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原来里面装的是,在古埃及危机发现的有千年历史的古董 什么?一个中学生带一个古董回学校 怎么感觉好像很平常的样子 不管了,反正他就是带了 杏子,要你看看里面的东西哟 游戏一打开盖子,近视的光芒照着杏子两眼放光 没有啦,我就是说这个很有趣,竟然就把这个送给我了 这些机会,看来我是不懂的啦 你看看盒子的视角,全都刻上了古怪的文字 这些是古埃及文字 只要我完成这个积木,就可以实现我一个愿望哦 哈哈,骗你的啦 但是游戏还不知道,刚才八戒九层之内,已经使出鬼引擎那首 神不知鬼不觉的偷了一块 还好八戒九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具 只是把它丢到了盒里去 如果知道这块东西是古董,一定会拿去卖了 诶,不过这东西不应该是用黄金做的嘛 可能八戒九的智商,还验不出什么是黄金吧 后面一转,就夕阳夕下了 社团的老大,牛尾,正在操练一帮小弟 为了维护世界的规律,为了保护地球的努力 努力,努力,努力 为了维护正义,不惜牺牲称命而战斗 用罪恶去找出真理的所在 我们两个是,魅力尸射的尖叫 武侠,小次郎 这个时候,放学自己一个人回街的游戏 刚好在旁边路过了,就被黑社会阿不对 是被封几会的会长牛尾,拦住了 等一会儿,你就是热机男游戏吧 看你的样子,一定经常被同学欺负吧 我牛尾来当你的保镖 我,我没有被同学欺负了 把游戏卸得,把腿就跑 卸得差一点屎都拉了 这个人怎么回事,好怕怕 这个时候,身后的牛尾,又露出了那个阴险的笑容 游戏,只要有我在,你读多久都可以平平安安 左眼间,游戏就被卸得跑回街了 好怕怕好怕怕 游戏一打开门,就发现信子来了 果然有古董就是厉害 早上给信子看完,晚上就到他家了 爺爺也踢到了几句 性子听完一脸尴尬,我就觉得奇怪了 性子明明来了这么久 为什么偏要等游戏回街才说这种话 爺爺好像也怕游戏知道了什么 马上扯开了话题 说游戏的那个千年积木,可以获得黑暗的力量和智慧 你现在说这种东西谁会信啊 不过小孩子就是好骗 游戏居然信了,好兴奋哦 他可以帮我实现愿望 我一定要把它完成 原来爺爺本来只想下一下游戏 好让游戏把古董还给他 卖个好价钱 第二天 牛尾把游戏叫到了后像 小朋友 哥哥给一点好看的东西你看哦 这两个八家酒昨天欺负你吧 我已经帮你把他们叫信了一顿 保护费20万,快点回家把钱拿来 看完牛尾知道游戏家里是开商店的 所以开键这么高也很合理吧 游戏回到家很苦恼 但是他没有像爷爷要20万 而是在那边,七季木 有句话说的好 原不把自己逼一逼 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这个时候游戏的钱能爆发了 七季木的速度突飞猛进 就差最后一块 就把这个千年古董完成了 难道他是想把这个千年古董完成 然后把它拿去卖了 再拿卖到的钱去交保护费吗 当还差最后一块就完成的时候 游戏才发现最后一块金木不见了 他还不知道那块金木被城之内丢到了河里去 但他跑回学校长的时候又撞到了牛尾 牛尾当然把游戏拦住 嘿,小朋友,这么快就把钱拿来了吗 我,我怎么会有这么多钱给你呢 牛尾就把游戏带走了 就这么刚好的 被和对面的本田看到 牛尾把游戏带到了后巷 把他接训了一轮 刚接训完的时候 城之内和本田才出现 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的 反正就这么刚好 本来以为他们会冲上去打牛尾一身 突然取风一爪 八街九城之内走到了游戏身边 狠情默默的看着游戏 游戏嘴里念念有词 我在找,在找金木啊 城之内就把他们的定情信物 千年金木的碎片交到了游戏手中 原来城之内被游戏打动了 贴到河里把碎片找回来 又这么幸运的碎片没被冲走 然后城之内和本田就准备冲上去和牛尾二打一了 可是二打一也打不过牛尾 还被牛尾打到一铺一路 牛尾把城之内和本田 打到面容都扭去了 三圈零角 就把他们打趴在地上 游戏看着自己的同学 全被打趴在地上 完全没有办法理了 突然他发现 手里好像有块什么东西 原来是最后一块千年金木的碎片 看来 只能把希望 寄托在最后一块千年金木的碎片上 当游戏把最后一块千年金木 放进去的时候 千年金木终于在这一刻完成了 一道光直插游戏的眉心 游戏的影子瞬间长高巴掌 一只金色的眼睛 在游戏的眉心慢慢张开 游戏好像瞬间就被这个黑色的影子吸了进去 一条金色的光柱直中天际 伴随着这条光柱 一阵狂风吹落叶 把牛尾站住了 来吧 是时候玩游戏了 牛尾转头一看 突然就被吊到屋顶上了 脚一伙只能紧抓绳子 我好怕怕 牛尾抬头一看 在黑暗中 一个人影渐渐浮现 原来是瞬间发育了的游戏 游戏瞬间砍断了绳子 牛尾掉到了河里去 玩 哪里会这么简单就玩了 我明明可以马上了解你的 我就是不一 你好啊牛尾同学 你要的钱在这里哦 牛尾一听到钱字 马上两眼放光 既然你钱都拿来了 为什么刚才还要让我打你 你是抖M是吧 来啦把钱拿给我 这么轻易就给你了 你不会觉得很闷吗 我非要让你和我玩游戏 你能赢我的话 钱就是你的了 牛尾一听到玩游戏 爽啊 我这辈子最喜欢的就是玩游戏了 我接受你的游戏邀请 牛尾都被你掉到屋顶上了 他还有得选吗 游戏拿出一副佩排 一个我是活弱 把佩排铺在了屋顶上 这个自由落体运动 居然没把牛尾向上带 佩排也完全违反了物理定律 紧贴在屋顶上 游戏规则很简单 双方轮流抽牌 抽到几点就往上爬几步 谁先到终点谁就赢了 就是这么简单 好我懂了 先攻我拿下了 是多少 方块10 那我先走了 再见游戏 游戏完全没有把牛尾放在眼内 随便一抽就是一张方块K 接下来应该不用我讲你们都知道 牛尾抽到的牌全是小牌 而游戏抽到的牌全是大牌 诶游戏 你这样很有作弊的嫌疑哦 左眼间 牛尾就被抛到了最底下 而游戏就只差一步就到屋顶了 游戏好像早就知道了一切 牛尾你不会赢的了 我只差一步就到终点 牛尾抽起了他最后一张牌 在这一刻奇迹发生了 牛尾抽到的是周卡 周卡的点数是可以变的 这个时候游戏灵机一注 马上加了一条规则 不好意思啊牛尾 周卡是不算的 到我了 什么既然不算你要放进去 这明显是一个圈套啊 游戏不管这么多了 马上抽出最后一张牌 居然是方块1 这牌应该都有记号的吧 这么刚好的差一步你就抽到1 于是牛尾就不服了 拼命往上爬 哼 游戏是我设计的 规则当然是我定的 牛尾听不下去了 一拳就往游戏脸上打 游戏一个移音幻影 轻松躲开 牛尾马上转移了攻击目标 空手把层子给扯断了 游戏也随之掉了下去 牛尾大笑说我赢了 作为一个中学生 他完全没有想过这样做可能会将游戏杀死 他的眼中只有钱 当他拿到奖品的时候 发现 竟然又是一副佩排 游戏果然是大老千啊 这个时候游戏说了一句 黑暗的大蛮已经为你开启 就以牛尾不遵守游戏规则为借口 用特殊能力把它推到河里去了 而游戏就用千年积木 他进墙里掉在屋外 这波操作 相信没有超乎长远的臂力是不行的 牛尾心想信了我会游泳 然后河里就跳出三只蛇形怪物 把牛尾吞噬了 当其他人发现牛尾的时候 只见牛尾刷成一团在地上哭 嘴里一直说 好可怕好可怕 而且第二天还进了医院 似乎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知道他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而游戏也只是知道捧着那个千年古董回学校 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在这个转角城之内已经恭候多时 应该是看到了游戏怎么对付昨天欺负他的牛尾 怕自己再欺负他的后会有同样的现场 于是跌高了枕头想了一晚上 终于让他想到了以下这段又麻尴尬的对白 好可惜 我的宝贝是一件看得到又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不能给你看 他就是友谊 虽然可以看到我和你 但是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看不到的 既然被他成功收服了游戏的心 游戏当场脸都红了 而城之内也脸红了 马上转身就跑掉了 但是就很巧妙的留下了一只鞋 帮我玩鞋吧游戏 就这样第一集就完了 看完这集让我明白了 当你遇到你打不赢的对手的时候 你就要想办法成为他的朋友 叫他帮你玩鞋 总比让他把你推下楼好吧 好了这集就来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按赞和订阅 也可以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 就这样 收工